台中市台湾大道 这每天的车辆来来往往 有情大型的车辆更是出路频繁 加上沿线又是紧邻许多大学 往往一个不注意 就容易会发生伤亡事故 而为了加强 这大一心声对大型车交通的安全观念 沙路红光科大 这一天是特别邀请到 交通大队与台中监理所 来举办交通宣导 并且是将这大型车辆 都开建了校园内 让同学们可以近距离的直击 大型车的视野死角 且内轮差等危险地带 也希望透过这实际的演练 让师生们都能够学习 远离大车 降低事故的发生率 人行气球站在斑马线上 后头的大客车缓缓进弯 在没注意到视线死角 加上内轮差的状况下 人行气球就这样被卷入车底碾过 如此景象也让近距离直击的 大一星仙人感到相当震撼 因为那个大车子 然后他司机会看不到 其实你就在旁边 如果你骑太近的话 会发生危险 因为我之前就是没有特别注意 所以都骑比较靠边 所以现在知道的话 就会尽量注意一点 大货车大客车其实有很大的内轮差 还有一些视线的死角 学生的生命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每一个骑机车或路边的行人 都如果能够知道这样子的内轮差 还有死角的问题 就能够保障生命 而且避免掉很多危险的状况发生 为了加强大一星生 对大行车交通安全观念 沙路区宏光科大 这天特别邀请交通大队 与台中监理所举办交通宣导 除了将大行车开进校园内 向大家演示内轮差的危险状况 也透过人员导览 带领同学们走进驾驶座 实际了解大行车的事业死角 以后会靠建筑物 不会离马路远一点 以后骑车的话会注意到 不要站在这边 不要在骑在这附近 不然会发生危险 那我们让同学 实际上去驾驶座体验 视野死角的范围 让他更能提高警觉说 我谁样的安全距离 那司机真的是看不到我 那我应该更 应该保持一个 骑车的安全距离这样 校方也表示 台湾大道交通繁忙 加上沿线警铃多所大专院校 往往大行车 一个不注意 就容易造成伤亡事故 因此希望透过交通安全宣导 提醒师生都能学习远离大行车 保障自己的神明安全 记得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